兵役期结束对于韩国男明星而言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 因为赴兵役期间不能做相关的工作 并且也不能出现在公众事业中 这也让很多男明星服完兵役之后事业下滑严重 对于一些男明星而言 兵役期结束自己的辉煌也就结束了 很多明星都没有逃过这道坎 李敏昊 朴炯直等 在兵役结束后多胖了不少 付出剧中都有明显的油腻 而在去年退伍的李中硕也有明显的肥胖 并且沧桑了不少 不过还好他及时的做出了调整 在2022年马上就有些新剧回归 他能否打破兵役壁虎魔咒呢 李中硕1989年出生于韩国 七岁是因为喜欢跆拳道从而开始练习 并且还是黑带四端 本以为他可以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初二那年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事故让他险些丧命 虽然人是没有什么事 但这也导致了他十字韧带断裂 这才青年李中硕不得不放弃了跆拳道 受伤在家休息 无聊时他只能看电视剧打发时间 没想到真的砍上瘾了 觉得剧里的主人公都很帅 尤其是迷上了瑞和宋慧乔所主演的浪漫满屋 更是让他就此对演习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于是同样是胆眼皮的他 开始了自己的演员梦 2005年他被星探挖掘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模特 年近16岁就成为了首尔时装中 史上最年轻的时尚男模 但他深知自己的梦想是做一名演员 于是做了不久后 便收拾行囊离开了事务所 这时韩国娱乐巨头 SM很快找上了他 但是SM却要把他当成歌手练习生培养 在长达三年的练习生涯后 他已经被敲定为男团组合的rap担当 出道几乎是板上钉钉 但是对演戏的渴望 最终还是让李忠硕放弃了这个出道机会 两度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 对于优秀的男人来说 这都不是问题 因为金字在哪都会发光 放弃自己在SM男团出道的机会后 一直等到21岁 李忠硕才接到人生第一部剧 检查棍公主 正式出道 童年还出演秘密花园 其中不乏有他的招牌国民撒娇 一度成为热门话题 在此之后名气一度飙升 甚至还与IU搭档 成为人气格摇的固定主持 并且在2013年 李忠硕主演的《学校2013》 凭着不俗表现 多得年度最佳新人将 接着李忠硕趁热答帖 与李宝英合作听见你的声音 因为在当时 在韩国超能力设定的剧情比较少见 所以吸引了许多观众 收视率从头到尾 一路高歌猛进 稳居收视冠军 凭借该剧 李忠硕获得三项演技大将 一举捧红了还是新人的他 接下来更是拍一部戏爆一部 凭皮诺曹成为最年轻的师弟 数年的折服 让李忠硕沉淀了不少 无论是W两个世界中 慢思难将折 还是当你沉睡时 拥有超能力的检察官 丁仔灿 都让人留下深刻无比的印象 但哪能有人一举成名呢 为了拍一场跳楼的片段 不用替身擒自上场 反复跳到拍到导演满意为止 为了呈现最真实的状态 他需要从爆炸中拼命奔跑 但还是不慎被炸飞 起来时还笑着要睡 因为被死得赞美的剧本吸引 他不惜领片酬出演 实力诠释了 什么叫明明可以靠颜值 却要靠实力 能让地设吃粮的男人 也就是权志龙和李忠硕了 当时皮诺曹已经播出 不少观众已经吃够 他与女神朴信慧的狗粮 而在这部剧中 也传出了李忠硕与朴信慧的绯闻 当时爆料二人关系的是 韩国狗在界十垂九问的地设 如选宾孙玉珍 宋忠基 孙慧桥等全部属实 然而大家都以为 李忠硕与朴信慧的恋情 基本上是板胜钉钉之际 两人却识口否认 表示彼此只是很好的朋友关系 地设感到威严被侵犯 一怒之下 甩出两人几张秘密约会的照片 来打他的脸 并配上文字 祝你们幸福 二硕依然是坚持否认这段恋情 大家伙吃瓜猜测 他们只是处于暧昧阶段 鉴于李忠硕后来疏远朴信慧 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如果当时不打草惊蛇 或许他们的孩子就已经打酱油了 但如今朴信慧也即将代求结婚 李忠硕还是孤身依然 能让地设吃瘪的这项战绩 李忠硕本人在花丛过 遍野不沾山 而且是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他 也有一份不错的副业 前几年以1760万元的价格 卖了一处建筑物运营咖啡厅 还三千万买下一栋高级别墅 在兵役结束之后 李忠硕的确是变得有些颓废 其中比较明显的 就是他变得有点油腻和肥胖 不过还好 他马上调整了作息时间 以及展开了健身 整个人也迅速瘦了下来 除了身材的变化之外 他的形象也做了改变 一度是一场发食人 这样的发型和他之前的清爽发型相比 看起来还是有点颓 还好之后他拍摄了新剧 整体形象也恢复了不少 在兵役结束之后 他也放慢了自己工作的步调 初期只接受了一些画报拍摄 休息了一阵之后 才开始影视剧工作 很多粉丝觉得 他是想要尝试转型的 如今已经32岁的李忠硕 确实不应该再拍摄偶像剧类型了 这样会限制他的演艺事业 相信他本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更慎重的挑剧本 也在退伍后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自己 尝试转型是势在必行的 李忠硕在入伍前 也确实是韩国大热的男演员之一 出演的很多角色和形象 也被大众接受 本人也有花美男的称号 但如今已经进入三十大关的李忠硕 确实也应该考量自己的演艺道路 和未来规划了 2022年他将要回归荧幕 合作林玉儿出演Big Mouse 题材也是比较新颖的 在剧中二人饰演一对夫妻 对于二人的合作 很多粉丝也是比较期待的 虽然是首次合作 却也有很多不一样的火花 除了电视剧之外 他也参演了电影魔女2 这部电影是魔女的续片 本身就有很多看电 第一部票房和口碑双丰收 第二部的播出也备受注目 而李忠硕会以特别出演的方式参演 这也是他一直没有尝试的角色和形象 相信也会有不错的爆点 在不断的魔力中 李忠硕也从小角色一路成长为大男主 学校2013后 拍摄听见你的声音 当他成为韩国顶流男明星 奋斗至今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做一名好演员 演自己喜欢的角色 希望未来有更多好的作品推出